花莲夏令嘉年华演唱会将在8月25号为期五个晚上 在花莲东大门广场开唱 而为了发掘在地的新秀 花莲县政府今年提供在地表演团体登台的机会 寻找夏令闪亮之心 18号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开了12组队伍的决赛 有舞蹈、有演奏、也有在地的原住民表演等内容 共同角逐两组夏令之心的正式登场机会 联伴13年第19届的花莲夏令嘉年华将在8月25日登场 连续舞晚共计五大主题 并配合全民运在花莲打造运动风之夜 今年特别提供在地表演团体登台机会 18日在花莲文创进行12组队伍的最后PK 选出两组夏令之心 12组队伍分别代表老中青世代 带来舞蹈、乐器演奏、歌唱等内容 让台下评审感受到花莲新兴的热情和潜力 而今年我们更开创了我们自己选拔花莲的夏令之心 我想大家经过这么踊跃而且这么激烈的竞争 从47队当中选拔出来的12队金属中的青年 看到今天我们每一队的阵容以及每一队的精心打扮 就可以知道我们每一队队员都非常非常的用心 希望能够在夏令嘉年华的这个舞台上 再见自己所有的美好 分享给全世界的好朋友 决赛特别邀请业界专业人士 包含唱片、音乐及节目制作人 来担任评审 从表演特色舞台魅力评分 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展现 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在出赛的时候 已经有分享到很多组的比赛 然后其实在那个那天的选择当中 我们大家就已经非常头痛了 那今天都是基因中的基因 所以呢我不多说 我是带着非常喜悦、加油的心情 来观赏大家的表演 大概等一下呢 就要把你们最好、最好的那一面 开心的决线出来 优胜的两组夏令之星将正式登台演出 各获得15万元的演出费 而另外的十组则将一闪亮之星带来暖场 各组也有5万元的演出费 华联盛府期盼为今年的夏令嘉年华 带给游客民众不同的感受 记者讲帮演华联市报导